这个决定死 佛教我们每天都思维 一定会死 没有办法抗拒 所以出生的时候就一步一步迈向死亡 第二个死无定期 每一个人的夜暴不一样 对不对 有人被火烧死 有人出去被车子撞死 所以寿命不定 随时会死 第二个死缘多 活缘少 第三个人生是脆弱的 那最后一个死的时候 什么可以让我们有保障 什么可以有保障 钱带着走吗 老婆愿意跟你一起走吗 没办法 他说你自己去吧 儿子我会照顾 钱我会帮你花 这个我会 所以死的时候 正法为依靠 好不好 正法为依靠 那你就要守戒律 那你就要孝顺父母 那你就要身心因果 所以这个苦 大家要知苦 才能够离苦 佛陀在正觉树下 成正觉 讲出了这么一句话 跟我一念 真奇怪 真奇怪 有够奇怪 所有众生 皆具如来智慧得香 皆以妄想执着 而不能正德 而不能正德 有没有很奇怪啊 你会不会成佛 会啊 所以 妄想 佛在经上说 我们有四种妄想 四种颠导 跟我念 常乐我尽 以无常执着为常 以苦执着为乐 以无我执着为我 以不清净 执着为清净 这个世间变化 无常没有一个永恒的 这个世间都是苦的还是快乐的 苦的啊 写在脸上的 你不要被骗啊 第三个 主法无我 刚刚讲过 没有一样是你的 业力是自己的 好不好 因为业力是自己的 所以我们造善业 好不好 跟我念一遍 造善业 修敬业 行慈悲 度众生 再来 四种执着 修行人 你执着此生 非修行者 执着这个世间 没出离心 执着自己的目的 那你自我解脱 执着 升起的时候 你的正念 已经丧失了 所以 像这个莲花针大师 也是一样啊 莲花针大师事件 在这个世间 他就是要来度众生 就是要来让 所有 有情了解 生命短暂 种种的 苦啊 所以 国王要 布施 这个国家给他 莲花针大师这样子说 你跟我念一遍 世间短暂 轮回不息 生离死别 无法避免 我等精进修行 以求解脱 好不好啊 每天念一遍好不好 生命短暂 轮回不息 生死 无法避 我休息解脱 出家 不回家了 要这样子讲啊 乃至于佛陀又跟我们说 这个世间啊 有三种假的现象啊 跟我念一遍 似因成假 相续假 对待假 什么叫做似因成假 我们眼睛看到的 好像是真的 他是真的还是假的 假的 不要被骗的 万法皆空 因果不空 所以师父常常这样子 念啊 跟我念 当假的看 当真的做 假的看是虚幻的 不执着啊 当真的做 救苦救难 吃杯才是真的啊 这个是四因成假 相续假 过去到现在 一忙引重忙 大家杀生 我都杀生 大家吃肉 我都吃肉 他结婚 我都结婚 他拿香拜拜 我就拿香拜拜 我们以前都会问 妈妈为什么要拿香 小孩子不要管那么多 拜 是不是啊 那我最近几天才听到 马来人 生小孩都剩至少五六个 对不对 生那么多 好辛苦哦 佛陀怎么说呢 跟我念一遍 生一个 一个烦恼 生两个 两个痛苦 生三个 三个障碍 请问你生几个啊 是不是我都没生 因为你们现在短期住家了 短期住家 没有儿子 没有老婆 没有房子 没有钱 对不对 这样子叫 自在啊 相续假 从以前到现在 就是这样子 文化 文化 好像造一个桥 要杀羊啊 对不对 乃至于 要 像 像我爸爸他们学佛啊 对不对 过年的时候 那个冰箱就要挪来挪去啊 今年 这个冰箱要放这边 我们家才会发 明年 这个 你的床要 放过来这边 读书才会 第一名 那我第一名啊 不要第一名就好了 听得懂吗 不要第一名就好了 不要最后名就好了 相续假 第三个对待假 有暗就有明 有男就有女 有美就有丑 对待都是假的 对不对 不要被骗啊 那佛又这样子说呢 在家人难敬见 四种真理 敬见就是 看不到这个世界的真理 学佛的人就 不一样啊 这个世界有拿 四个真理 跟我练 英国是真理 缘其是真理 无常是真理 业力是真理 业力是真理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啊 叫因果 欲知前世因 今生受者是 欲知来世果 今生作者是 种花得花 种斗得斗 对不对 相不相信 你相信因果 你才有机会改变命运啊 所以聂盘经这样子说 你跟我念 善恶之包 如影随形 三世因果 轮回不失 对啊 所以我们了解英国啊 大家不敢再做坏事啊 第二个缘起啊 这边讲的缘起是 你跟我有关系啊 老婆跟你有关系啊 儿子跟你有关系啊 这个叫什么 跟我念共业 所以大家要共善业 好不好啊 你看我们 昨天才听说 你看 哇不可思议呢 马来西亚居然有 七八百位 短期出家呢 来至于出家人呢 从来都没有了 对不对啊 这个叫什么 过去无始 未来无终 从来都没有了 不可说 不可思 不可意 所以大家要共善业 一起来帮助这个世间 好不好 无常 第三个无常 大家去思维无常 第四个业力 业力现前可不可怕 冤亲债主讨报 苦不苦 苦啊 所以佛在经上跟我们讲 冤亲债主讨报有四种 跟我念 身体讨报 心理讨报 灾难讨报 命债讨报 身体讨报 有没有被讨报啊 腰痠背痛 对不对啊 眼花缭乱啊 头痛啊 脚痠啊 有没有 都会啊 站着站不久啊 坐着又想起来啊 这个身体真苦啊 身体讨报 乃至于胃癌啊 对不对 肝硬化 这个身体都有呢 心理讨报 忧郁症 烦恼欲望 贪嗔痴 对不对 所以学佛就是要断烦恼 赶快把贪嗔痴进化 贪心转化成 帮助众生的愿力 称心转化成慈悲 那意志力 要智慧帮助一切 这个叫做心理讨报 灾难讨报 师傅我的手机掉在 掉在哪里 灾难讨报 你要换手机啊 恭喜你啊 灾难讨报 师傅我昨天牵的车 放在楼下怎么不见了 灾难讨报 我出去鞋子不见了 能不能生气 灾难讨报 人家出去都没事 你一出去 小鸟飞过去 就大便就搭在你的头上 灾难讨报 命灾讨报 火灾 水灾 出去被车撞死 命灾讨报 一个冤亲在主就有办法让你家破轮亡 让你生不如死 对不对 那要怎么解决呢 要忏悔啊 敬葬极之啊 师傅今天早上讲的 学佛要不要敬葬极之啊 要啊 敬葬莫过于忏悔啊 极之莫过于慈悲啊 忏悔跟我念一遍 一切痛苦 是自己造成的 一切烦恼 是自己找来的 一切障害 是自己建立的 有没有人给你痛苦啊 没有啊 都是自作自受来的 那大家了解这个道理 你就不会抱怨啊 了解这个道理 你就会安住啊 修忍路好不好 就好像比丘修忍路 菩萨行慈悲啊 那忏悔你有办法消除累劫的恶业啊 各位念一遍 百千万劫 所造出恶业 一念忏悔得除灭 如果一个人真的很忏悔 再大的恶业都可以消除啊 所以大家拜八十八佛啊 大家礼拜良皇宝燦啊 就是这个道理啊 什么叫宝啊 解脱名为宝啊 成佛名为宝啊 这个宝不是你很有钱啊 所以 佛高僧大德告诉我们 注意自己的深苦意啊 所以他这样子说呢 唯有大祸 重瘀啊 大祸 大祸临头你都不知道啊 不守戒律 吃喝嫖赌 吸毒 等等 唯有大患 我的身体 就是我的过患 对不对啊 有这个身体 就会生饶病死 不了解自己 身体是痛苦的根本 造恶业的来源 唯有大病 这边讲的病 不是身体的病 跟我念一遍 不知过 是不是大病啊 对啊 你 啊 衣服穿反了 你不知道 欸 衣服穿不住病啊 哪有 没办法 够着老青吧 你脏了啊 这边脏了啊 人家没跟你讲 你还不知道 如果你生病 你去看医生 医生跟你讲 你没病 你还干嘛 你会不会哭啊 我搞的痛苦 你说我没病 你说我没病 换一件医院 你没病 你还干嘛 你又没病 我得了绝症啊 完了 那 如果你得到癌症 医生跟你讲 你是胃癌喔 你要小心喔 告诉你 生病的 缘由 你才有 病遇的可能 对不对啊 那修行人也是一样啊 了解自己的问题 知道自己的烦恼 知道自己的过患 你才有机会 离苦 才有机会解脱啊 所以 刚刚讲的出离心啊 出离心有三个 跟我念 世间的出离心 解脱的出离心 菩提的出离心 什么叫做世间的出离心啊 我现在没有钱 我布施就有福报 我现在 生病 我希望下辈子 健康长寿 多放生 多吃素 多施食 你缺什么 你就去圆满什么 这个叫做世间的出离心 那解脱的出离心呢 那解脱的出离心呢 请问一下 你要做佛的学生 还是做佛的弟子 还是做佛的儿子 诶 怎么跟我一样 什么叫学生呢 学生叫人天福报 学生叫做世间的出离心 所以学佛呢 有佛法就有什么 办法 所以不要哭给人家听好不好 哭给佛听啊 拜佛忏悔啊 那佛的弟子呢 跟我念一遍 清修戒听会 熄灭贪嗔痴 那你就可以解脱啊 嘘 弟子啊 所以生命的本质是苦的 你为什么要来受保安再解 我要解脱啊 对不对 我不想再轮回了 我不想再受苦了 我不想再生老病死苦了 解脱啊 解脱啊 出离心啊 那第三个呢 菩提的出离心啊 自我解脱还不够 佛的儿子 佛有一天 讲经说法完 很多弟子 都证得 阿罗汉 很多在家 居士 都得法眼镜 但是佛 佛 佛哭了啦 佛你靠啊 阿难觉得奇怪 佛啊 你哭什么 大家都 没有生老病死了 大家都相信英国了 大家都会学佛了 你怎么在哭啊 阿难啊 我跟你说啊 如果世间的人 有一个企业家 企业家只有一个儿子啊 他儿子不继承他的家业 你说那个 他父亲哭不哭啊 哭不哭 哭啊 所以 所以那个时候 阿难就 把这个佛陀哭的意思告诉大家 大家就这样子说 跟我练 我要成佛 我要成佛 我要做菩萨 我要普度众生 要不要这样子啊 那这样子讲的时候 哇 佛陀放光啦 哇 十方世界震动啦 那个时候 啊 那个时候 眼睛看不到的都看得到啦 走路不能走的都可以走啦 殊不殊胜啊 菩提心是妙宝啊 所以这个叫做 菩提的出离心啊 那忏悔 刚刚有跟各位讲啦 大病不知过 不知道过错 造罪还不知道 杀生吃肉 唯有大恶 大恶是什么 说是非啊 不要再说人是非了 好不好 大家要不要讲话有力量 大家要不要同理大众 大家要不要变才无碍 大家要不要讲话 人家马上就承办 要不要 像我们在书 便能赶快处理 快走 还没有鱼 赶快处理啊 像我们战略 画得要四 自己帮得快 椅子搬一下 没有人搬我自己搬 我上辈子造口业 所以口业很重要 不说是非 量谁二口 等等 那什么是佛法的要呢 忏悔是要 改过是要 所以忏悔重不重要 忏悔有三种含力 跟我念一遍 化苦为乐 去暗向民 转繁成生 像那一天 我在台北 我们拜良皇宝餐 裡面有这么一句话 跟大家分享 我觉得很好啊 我受用很大 他这样子说呢 跟我念一遍 救苦为之良 解怨为要行 什么叫做救苦以之良啊 救苦就是慈悲啊 慈悲你就有成佛啊 慈悲你就有办法帮助一切啊 要不要慈悲啊 慈悲的敌人是称恨啊 發个愿好不好 一生气就拉肚子好不好 一生气 就讲不出话好不好 一生气就撒牙好不好 能不能慈 太好啦 我好高兴喔 比你们还高兴啊 要敢发愿啊 救苦为之良啊 解怨为要行啊 解怨为要行就是要忏悔啊 修学佛法的人 不希望有障碍对不对啊 所以你要先处理你身上的怨心在主啊 你要先知道你祖先得度了没啊 所以祖先没得度 你修行有障碍 怨心在主没超度 你离命中的时候 那一只猪就来啦 那一只猪就来啦 那一只鸡也到啦 有沒有 人家生病的时候 快要离命中的时候 不是我不是我 那真的不是你 就是你啊 他有讲话你听不清楚而已 他讲什么话 跟我念一遍 化成灰 我都认得你 是不是啊 那背啊 你们有去祝念就 他不知道在背什么呢 他看到牛头马面啊 他看到冤亲在主啊 看到那只猪啊等等 解润为要行啊 所以忏悔化苦为乐 忏悔完之后 诸佛加持 冤亲在主就原谅 病就好啦 忏悔有五种功德呢 哪五种跟我念 没有在主 没有磨难 心想事成 诸佛加持 一切成就 啊 这是第一个 化苦为乐啊 灾难消除啊 第二个 去暗向明啊 唱会完之后 要不要守戒啊 要不要 要啊 不然你唱会完之后 你又吃肉 你又杀身 你又那你 也没完没了啊 你要原谅他就原谅你 唯有 忏悔完之后 辞戒啊 斩草要除根啊 对不对 第三个 转凡成胜啊 那 忏悔完之后 言辞戒律 不伤害众生 更了解众生 借我父母 所以我们发愿 生生世世 不要离开他们 好不好 生生世世 帮助他们 好不好 就是这样子啊 所以小平的忏悔 痛哭流涕啊 痛哭流涕 我怎么得癌症啊 人家不会我会啊 人家讲话都很清楚 我讲话怎么 结巴 你看我这样 我 戰略有没有结巴 我以前结巴 一句话就讲不出来 打电话 我最怕去外公外婆家 你不会叫阿公阿嬤啊 啊啊啊啊啊 叫不出来啊 然后去上班 喂喂 你是谁 喂喂 讲不出来啊 好痛苦啊 口业造得重啊 我要奉劝各位 不要造口业啊 痛苦来的时候 业障现前的时候 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跟我念一遍 无奈 无力 幽 无足 真痛苦啊 所以菩萨 为因众生为果啊 不要造恶业好不好 小品的忏悔 痛苦流涕啊 这个泪水可以洗出一切的业障啊 你业障消除了 你那时候佛陀的教法 清凉啊 小品忏悔 中品忏悔 叫做毛孔之处 因为这个恶业让我们很苦啊 所以你忏悔的时候 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啊 身体会发抖 有了举手 有没有这种感觉 有哦 真的如此啊 最为殊胜 你忏悔的时候 你发抖 你这个恶业就从你的毛细孔 八万四千个毛细孔都流出去了 恶业消除了 上品的忏悔呢 七孔流血 为什么可以消业 因为佛陀这样说 恶业没依靠 忏悔有依靠 忏悔要依靠谁呢 跟我念 三保为依靠 二业没有依靠啊 所以 为什么会受苦 因为深口意造罪 名为业 业影响了有烦恼障 烦恼而造业 有业障有暴障 所以我们忏悔 不但为自己忏悔 也要带领众生忏悔 跟人家为父母忏悔 所以有这么一句话 小品的忏悔为自己 中品的忏悔为父母 上品的忏悔为 所以有一切受苦众生啊 所以大家要不要改变命运 跟我念一遍 自立 法力 他力 自立就是 忏悔业障 法力就是 延迟戒律 他力就是 慈悲众生 那希望大家改变命运 每天都要这样子如此 我們要趕快精进啊 不然众生太苦了 所以我有时候身体不好 因为累 乃至于在台湾 为什么 活动要排那么满 训练 慈悲 做功德 累积之良 因为这个事件少有啊 跟着师父的脚步啊 正希望我们 把这个傍晚灾机的力量 带去独胎场 正希望把我们佛号的功德 带去殡女馆 他们就得度了啊 所以今天很高兴 短短的时间 跟诸位劫善员啊 希望大家道业精进 永不对船 大家极乐世界见 阿弥陀佛 好 阿弥陀佛 温暖的阳光 普照大地 微风轻浮合体两旁的芦苇 涓涓细流缓缓流过 坐落于屏东县岩浦乡的 屏东岩浦护生狗园 隶属于海涛法师制业 台湾救狗协会所属的狗儿收容机构 四周环境清幽的园区内 共收养了856只狗儿 一踏入园区 映入眼帘极为慈祥的地藏菩萨圣像 守护着这片有爱的净土 随即而来的便是狗狗兴奋的叫声 许久不见外人参访的狗儿们 心声欢喜地跳上跳下 尾巴也随之摇摆 似乎在与来者热情地打招呼 不同于其他的收容中心 岩浦护生狗园专门接收 因生病衰老受虐而遭人遗弃的狗狗 多数有着残缺的肢体和受伤的心灵 其实他们原本都具有丰硕的体毛 以及健全的肢体 也很喜爱亲近人类 却因为老病或虐待而惨遭丢弃 受到伤害的狗儿们 除了身上显而易见的伤痕或残缺外 心灵上更留下深深的阴影 因此在照顾上 工作人员必须付出更多的爱心与耐心 佛陀说众生平等因慈悲相待 一花一草一树木皆有其灵性 更何况是有血有肉的动物们 所有的生命皆具有其生存的权利 都应当受到该有的尊重 期望在天地有情 人间有爱的世道下 得以感召更多大众加入爱狗的行列 让人类最忠诚的朋友 免于遭受生命威胁 能够自由自在 无拘无束地展现他们的活泼天性 体现生命应有的价值 除了感谢海桃法师慈悲的大爱 打造毛孩们快乐又温暖的家园 也要感谢辛苦的工作人员们 总是不辞辛劳地亲自照顾狗狗们 使不同的身心灵状况 去评估照料的方式和环境 并秉持着佛陀的教法 用爱心灌溉这片大家园 为让此殊胜的慈悲善行 生生不息 永续经营屏东 盐浦护生狗园 台湾救狗协会 陈志迪邀请您 一同加入护持的行列 让无数遭受遗弃 以及伤害的狗儿们 能在屏东 盐浦护生狗园里 获得重生 西季得以共同实践 佛陀爱护一切生命的慈悲本怀 并成就救护生命的伟大功德 护持华佛帐号 50016766 50016766 护民 台湾救狗协会 当六根和六种对应的感官 对象六成相接触时 身心可能会受到 脑乱和生病 我们必须修行 训练六根 不要成为致病的根源 像各位今天就不容易发病了 因为今天我们守八幻才见 不看电视 不享受感官等等 这样以后 内心里面就比较清静 不会被干扰 所以八观再见 第一个就远离病苦 消灭罪障 但是现在我们不为自己了 清静的保持这种六根的清静 然后就可以回向给病苦的人 回向给这个世界 各位要训练自己 训练自己 所以大部分人 有些人还喜欢保留一点点 他自己的喜欢 我喜欢吃很辣 我喜欢听很好听的音乐 我喜欢穿穿漂亮的衣服 那你的六根就又乱掉了 这个魔就会透过你任何一根的放异 就侵入你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让我们的六根 接触到外面的红尘色身香味处法 要让清静 不起心动念 这样以后身心清静 健康事情也圆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 生命是一趟感恩之旅 生命电视与你 一同幸福几福 圆满生命